是 游户 月明来了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陈小五带人 查封了邻机当铺 搜出了一整箱的 枪支弹药 谁问你背后打着鬼 是我 是我给他们报了仙 你为什么这么做 元明 你想一想咱们得报仇啊 现在票统领的九三十八寨是兵强马壮 靠我们俩行吗 不靠马焕胜不靠日本人 咱能报这个仇吗 我是想报仇 可我不想当汉奸 汉奸怎么了 票的老师张志济 都成了日本人的顾问 我给日本人做点事怎么了 你放心 所有汉奸的骂名 我一个人当着 是 再说了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呀 我知道 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你把票当成你的十二哥 可你仔细想想 票有没有把你当成他的十三弟呢 我不是为了票 我是为了天龙展 他是爹一生的心血 即便不在我手上 我也不能让他回跳 票是该死 但绝不能让天龙山给他赔上 你放心 月明 我会让天龙山 完完整整地重新回到你这手里的 我答应你 掌柜的一口咬死 那这样武器是客人留下来死的 然后再审什么都不说了 司令 你看咱们下个人怎么办 日本人不肯接这个烫手的山芋 是想看看我怎么办 那森田啥意思 不能打 那 那咱们就把掌柜给放了 然后让票面咱们给好 你以为票是三岁的小孩啊 不是 他票再有本事 还能翻了日本人的天 再说咱们堂堂黄建军 收了他几个土匪小毛腿 还不是清而玉事 要我刷 司令 你就直接给他驱风券消息 看他到底想不想 想 肯定是要想的 不过要看怎么个想法 是投降日本人哪 还是投降我马焕胜 这还有什么不同啊 最好是在投降日本人之前 先跟我马焕胜扶个软 这样在日本人面前 让他们也知道我马焕胜的价值 对不对 好 高 司令真高 司令 你看比如 要是有什么交涉啊 或者是送信的差事 笑得愿 笑劳 笑得愿 笑劳 笑劳 我看你小子 是想胡家虎威趁机 上天龙山去捞一票吧 不会 不会 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 不过 我可告诉你啊 这票可是个不好惹的主 凡事你得悠着点 知道了 知道了 劳烦票当家了再次等候 小五真是受用不起啊 哪里哪里啊 这陈副官是 多年跟随马司令 现在谁又是日本人 沉变的大红人 四人 第二天 陈小五带着马焕胜 亲笔血的招降信 上了山 票得报之后 写手下易干人等 亲自到债前迎接 志得意满的陈小五 不会想到 他原本以为的美差 到头来竟要了他的命 陈小五 马昊山那个副官 他来这儿干嘛 听霍铁龙的手下说 他是来找票当家劝响的 什么 谁 谁 你说 票当家亲自带人去迎接的 还手拉手 进了剧医厅 估计现在正聊着呢吧 还怪不得不让我救人呢 原来还想招安这件事 好你个屁 快点 坏了 票当家的 马思琳心中的意思 你都了解了吧 好 好 好 董家的 心里都写的些什么呀 好 马思琳让我们马上投降 把城里的店铺 无条件地送给我们些军 好好好 走 都别动 好事呀 齐哥 齐哥 放下 弟兄们 把枪都放下 好 山王家总 什么意思不妨直说 是啊 你们国军现在 被日本人打得是节节败退 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 现在天下是日本人的天下呀 天龙寨也确实得想想后路 不过这事太大了 我得跟弟兄们商量一下 否则我不好交代 店铺怎么回事 小事啊 马思琳既然看上了 拿去就是 陈佼佼 不能给啊 我不同意 你 天龙寨不会响 九十二十八寨都不会响 你 胆子好大呀 敢到这儿来招响 告诉你 来一个我杀一个 来一双我杀一双 快 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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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滚 老二 把正慧荧带出去 滚去 店铺啊 不要就不要了 交朋友啊 既然马司令看上哪去啊 马司令这样的朋友 多重要啊 值得 你再说一遍 值得 兄弟 受惊了 走走走 把枪都放下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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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副馆 死了 请留步 不是 又怎么了 还有 夫人 你说票到底什么意思 不是 这个是我们当家的 一点心意 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敢 不敢 你要是不收 那就是嫌少喽 不不不 不是 不是 那这这这这 很难说 嘴上嚷嚷这抗日容易 要是真刀真枪地干起来 保不准 组织那边 您还是打上招呼我吧 我知道 就算票有所动摇 那也是人之常情 周常规的事 还欲仰让城府官 在马司令面前 多多媒言啊 好说 好说 那 那咱俩告辞了啊 坐 坐 坐 咱们啊 得想想办法 从根上影响他 不能让他走岔了 您放心 我会全力配合您工作 那天 萧桂英一直坐在床头 不哭 不闹 不说话 玉兰吓坏了 拼命地问他 要不要收拾包袱离开 玉兰不知道 萧桂英的沉默 是因为她的牵挂 她在等票给她一个解释 等她告诉自己 她绝不会投降 她的牵挂 对替她的牵挂 她是一条牵挂的 可以决关了 我跟她一肯 去一路了 你去oshi 你去哪里 我跟她一肯 就过我来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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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她就去哪里 翘兒會投降嗎 我想 翘兒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如果她不肯說 那我寧可選擇相信她 相信她 對 相信她 我知道你為什麼能夠 成為翘兒壓債夫人了 我現在鼓動了 第一天 看到她寧可 可以 我心想 cutest 我心想想 我心想想 我心想不想 我心想 我心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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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时候 我爹老跟我讲了 水虎的故事 每次讲到 宋江 跟着他那些弟兄们 一会儿归顺朝廷 我恨 你说 要不是宋江一念之差 那么多好汉的 反正吧 骗让你记着 我呢 请问你死在我手上 请问你死在我手上 我也不能让你当汉奸 你放心吧 九山十八寨 绝不可能是 第二个凉山坡 他真的同意了 同意了 说只要你看上店铺 你就尽管拿去 看来 这日本人的金字招牌 还挺好使啊 就连票这种魂不铃 也得气待山三分 你不可能是 马司令 你真正以为他怕了吗 你觉得呢 不知道 平儿怕不怕 我不知道 但是小鬼影真不怕 他连找什么书都没看 冲小地 开里头乱枪 差点没要小的命 是吗 对 对 这个像是他干的事情 这样 明天你再去一趟天龙山 告诉票 要想俗人 再让他叫一万大洋 小子这么冷静 小鬼跟他臭婆娘 说上山穿下来一个杀个 来一双杀一双 明天让他想了吧 把头抬起来 你个怂户 当初可是你哭着喊着 要替我上山送信 现在事儿还没完呢 你就想撤 不是明天让他想了吧 小子现在傻心里还蓬蓬直跳 你挠着我吧 自立 心里还你挠着我吧 明天让我 你是不是 想让他不跳 你 司令你别把 小的圈儿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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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谢老爷 放他娘了屁 拿了钱你们不办事儿啊 当家大 我这就下山去 非宰着信码 那个王八蛋 你们不要 周掌规了 你再说 结果结果素质素质啊 你说你这动刀动枪 让你把陈护官给吓着 吓 一万块大洋啊 确实是多了点 那不过呢 要是一万块大洋 换条人命也值 齐哥 去找夫人 从账上吃一万块大洋 让他打 去去去去 那钱我不是用来买马的 听我的齐哥啊 快去快去去 去吧 来吧 容官 不急着下山啊 不着急 酒饭都准备好了 吃饱喝足 暖暖活活的 给陈小五一万打烊 是啊 大伙都说 吓得人家这事 办得也太糊涂了 小桂英本想去劝票 可最终还是犹豫了 因为林子轩说 票知道自己在干嘛 如果他不肯解释 那就选择 不得相信他 大兄弟都下回了啊 好 陈武官 那咱就后会有期啊 上下留步 留步 小弟告辞 小弟告辞 师弟们 走 至后的日子里 马焕盛更加变本加厉的 尽敲诈之能使 天龙山仿佛陷入了无底的深渊 渐渐 渐渐难以为继 票却依旧无动于衷 所有的人都在猜 究竟是什么时候 他会带着兄弟们下山 投降日本人 肖贵英也在猜 尽管那天票对他说 他绝不会让天龙山 成为第二个水泼良山 可肖贵英依然放心不下 直到那一天 你说什么 我说马司令说 他想让您的压寨夫人 今晚上下山陪他喝酒 这马焕盛算个什么东西 还打伤我们夫人处理啊 马司令说了 只要吃完这顿饭 他立马就放了周掌柜 票当家的您看着办吧 陈副官 你这个人说话呀 有问题 像放屁一样 而且是连猪屁 不不不不不 你看啊 要我的店铺 给了 要钱给了 又要女人 小事 不就想请夫人吃个饭吗 我这儿没问题 但是我做不了夫人的主罢 我得听听她的意思 不用商量了 我去 夫人 夫人 陈副官 您先回去复命 我收拾收拾随后就到 您 您要是不放心的话 可以留人看着我 那那不必了 只是马司令急脾气 别让他等太急了 自然 陈副官 留步 话说话 别动手动脚的 吃饭可以 我有三个条件 第一 这顿饭 得用我夫人带去的厨师掌勺 第二 这顿饭 必须得在黄学军的司令部里面吃 第三呢 我希望黄学军的弟兄们 陪着夫人一起吃饭 行吗 好啊 这三个条件 我带到了啊 杰哥 带弟兄们送他 来 子萱 什么都别说 我懂你的意思 疼吗 你怪我吗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不会让我有事的 绝对安全 绝对安全 司令 他那三个条件 你答应吗 答应 别说三个 再多我也答应 到了咱的地盘 还能让他把便宜占了去 哪能啊这是 还真不知道 这压寨夫人什么货 票啊票 你的女人都让我给睡了 我看你往后在九山十八寨 还怎么立足 司令 睡你高 我排约 我排约 下雨衣 他是你的女人 你可以打他 骂他 甚至不要他 但是你不能羞辱他 不能把他 当时一件货我要送给其他男人 我 他走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我不高兴 我爱的男人是个无耻的混蛋 让我告诉你 无论你天龙战有多兵强马壮 连自己的女人你都没办法保护 你还算个人吗 你知道林子萱跟我怎么说吗 他说他相信你 不管你做什么他都相信你 你不能失去这样的女人 你去救他 救他 票就这么无声地笑 冷峻又意味深长 肖桂英读不懂他笑容里的意思 只是觉得得理的是自己 受伤的是她 你永远不会像林子萱那样 无条件地相信我 对吧 她走 不然她打得干什么 怎么会�� 她不敢承讯你 给她打死吧 决志萱我 这不如你 决志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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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试驾了 把这个 放紧他们的饭菜 小心点 小的当家 怎么是你啊 什么时辰 有时丧客了吧 有时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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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有时丧客 弟兄们哪怕赶紧拼死一搏 也好过受这样的窝囊气啊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想 有时丧客 天后人来了 您看见我们爷了吗 他没在屋里呀 没有啊 下午见完 您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来啊 甘呐 好 弟兄们 都看见了吧 奉明寨的萧桂英 能陪我马焕奉在一块儿喝酒 不错 酒喝了 放了周掌柜 放人 容易 不过 你得先把本司令 伺候好了 是吧 怎么样啊 好啊 陈小伯 师令 有没有吩咐 小鬼鹰啊 我就不信 没人能治得了这个母业长 去 把这个匪婆子 给我送到红巨菲亚所去 是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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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还舍不得呀你 马司令 你真是什么话 那个匪婆子 那就是毛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啊 马司令 这个匪婆子 性格刚烈 武艺高强 您看您这脑袋 是吧 你万一你把他送到委员所 闹出什么大事来 黄军一生气 那人是你送过去的 他又得连累到你 是吧 再说了 马司令 咱留着的 那就是一个优优啊 能牵制票 还有九山十八寨 所有的匪徒啊 咱把他抛出去 必要的时候引蛇出洞 那就能一网打尽哪 马司令 想想起来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链 是啊 也是这么个道理 那咱们下个路怎么办啊 马司令 你看 我找你了一封信 您亲自过问我一下 如果行的话呢 由老陈副官上山 把这个送给票 你说啊 他会接受吗 他要是不接受的话 我有办法逼他下山 哎哟 哎哟 票等下的 您到底跟我们爷 说说什么呀 他怎么就不告而别了呢 等下的 子萱 你这是怎么了 爷呢 走半道 爷突然出现 把我打晕了 我想 他带帝王 去黄西军驻地了 什么 我 爷 您这是何苦呢 小太当家的 叛徒 我是叛徒 票是英雄 可是刚才呀 皇军要把你送到卫安所去 是叛徒把你给救了 这时候英雄不见了 也不用你那么好心 我知道 你是不用我的好心 可是我自己 我是非这么干不可呀 我得让你记着我 拜托不了我 好 我是叛徒 我要你记着我这个叛徒 不安 当家的 当家的 怎么样 有我们爷子消息了吗 打听到了 小当家的真的去了黄歇军驻地 听说双方发生了枪战 小大当家的刮不敌重 被抓了 是 请票当家的座主 救救我们家爷吧 警告警告我们走 好 走 好 陈副官征带人到山上来 说有事要求见 当家的不能见 他来一准没什么好事 小当当家在他们手上 还是健进的 让他进来 是 走 走 小当家的 小当家的 你怎么也进来啊 小当家的 你怎么也进来啊 小当家的知道吗 小当家的 快点 马灯机 我们亲属到地困里边去 走 走 票当家的 多少日不见 多少日不见 别来无厌啊 你把我们也怎么了 这是我们马司令 让我给票当家的 带的礼物 马司令最后通牒 着令票当家的 择日下山 带队归降 否则后果自负 富泥妹啊 老大 我告诉你 就你们那个姓马的 就是他妈一个王八蛋 要了我们那个货 现在还扣着周掌柜的 又把萧当家的抓住 你们就是想赶尽杀绝吧 真当九川十八蛋 好欺负他 怎么着 干吗呢 干吗呢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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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 放下 爱你 哥别拧不过大腿呀 既然马司令吩咐了 那这票只能照做就是 到家的 陈武官 你让一个兄弟啊 下山跟马司令 先回个话 就说票明天一早 叫带队下山 今天晚上你在这儿住一晚上 咱哥俩好好喝一顿 一来呢 感谢陈副官 为了天龙寨的事 几番是奔走斡旋的 二来呢 我跟兄弟们也见个行 如何 好 今天晚上就在这儿 好好喝一口 你们 回去回复马司令 就说票当家子 他全部答应了 明早一早跟我带队下山 是吧票当家子 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 咱们兄弟呀 日子长着呢